邵宇威則是首度入圍迷你劇集 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劇中演出單親媽媽的她 和也入圍迷你劇集 電視電影男配角獎的白潤英 有精采的對手戲 你在戲裡一直幫媽媽找男朋友 你覺得在今天典禮裡面 所有入圍的這些帥哥哥們 誰最有資格當你媽媽的男朋友 只能講那一個 只能講那一個 她已經剛剛在走進去了 透露一下 姓吳 喔姓吳是不是 我會講我好聰明喔 你好聰明喔 馬上星光紅毯又迎來一組 重量級的嘉賓 讓我們歡迎 王伯傑 邵宇威 以及她劇中的兒子可樂白潤英 王伯傑曾二度入圍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配角獎 這次是她第一次挑戰 世帝的寶座 而邵宇威則是首度入圍迷你劇集 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劇中演出單親媽媽的她 和也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男配角獎的白潤英 有精采的對手戲 讓觀眾都哭成一團 今晚一家人可否順利得獎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我的好朋友 哭聲之高 你看看 好開心喔 柏傑就我的認識女兒 發揮那種稍微有點 壞壞的帥比較容易 但這次 腹外大噴發的部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怎麼貼近這個角色的 我覺得其實潤英幫了我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神童演員 真的 所以她其實帶了我很多戲 所以要感謝她 沒有…是妳帶我 妳說什麼… 我說是她帶我 妳怎麼那麼會說話 但媽媽比較重要吧 妳看她一直黏著她 真的 我覺得雨薇很厲害 就是她本來就很愛小孩 對 可是妳這一次在戲裡面 那個揣摩母愛大噴發 點得真的太好了 不是 我跟妳說 如果… 如果妳遇到白潤英 妳也會母愛大噴發 她很值得疼愛對不對 沒錯 哇 你們在戲裡面的那個講話 雖然妳都直接叫她名字 然後妳都直接叫她可樂 就是沒有爸爸 沒有媽媽那種稱呼 但是妳們之間的情感好濃烈 所以妳是怎麼去揣摩 妳有去看妳自己的媽媽 或者是身邊的人嗎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在前置的時候 我就先很深入的想要認識潤英 然後在這段期間的時候就會 不管是我們在排戲也好 或者是我跟潤英有碰到面也好 其實我就一直把她當我自己的小孩在顧 就是開始妳會什麼東西都注意她 安不安全 是 對 然後隨時都想要先牽住她 會怕她跌倒或幹嘛 我覺得可能擔心多了 但是這個感受會一直加深在戲裡面 難怪 那這裡我要問問白亂英自己的意見 因為很多人都說妳是他們的幸運物 都想帶著妳走紅毯 妳自己心目中 最想帶的幸運物是哪一個人 有沒有 妳說我的幸運物 對 妳覺得帶著她 妳就會好運得獎 我的幸運物 好像是我耶 幸運物就是妳自己 是 但我問最後一題 妳在市裡一直幫媽媽找男朋友 妳覺得在今天典禮裡面 所有入圍的這些帥哥哥們 誰最有資格當妳媽媽的男朋友 只能講那一個 只能講那一個 她已經剛剛在走進去了 透露一下 妳講那一個 姓吳 喔 姓吳是不是 我會講我好聰明喔 妳好聰明喔 好啦 祝福你們都會有 非常好的演出跟表演 謝謝 祝福喔 開心家人 我會講那一個 好聰明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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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